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Capsule Academy, this is Leo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new concept English book one lesson 95, Grammar and Words 那老习惯进入正式课程之前我们先看几个问题 第一,这是一个小的语法,如何去使用head加better 第二,那如何去表达大量的、充裕的 最后一个问题,如何表达赶上或错过或错 那带着这三个问题,hope you're gonna enjoy it 好,那我们上来先看head better这个小的语法 首先它并不难,但是迷惑性特别的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小的组合是由两个我们认识的单词组成的 第一个是head,对吧 我们很熟悉它的原型是have 那have的过去是过去分词都是head 我们不用管这它是过去是还是过去分词 您就知道这有一个单词叫head,也并不翻译成有的意思 后面那个单词叫做better,ok它如果您基础还不错 您可能知道,而且我们之前应该是学过的 are you better now,对吧 叫做你变得更好了吗,你变好了吗 better是good的,实际上是比较急 这个我们从107课到112课我们会学到形容词比较急最高级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一个系列的讲解 到现在您知道它表示更好就可以了 所以您从如果字面意思尝试去理解这个语法叫做有的更好 就完全不通 所以在这我们并不是把它逐一去翻译 而是把它放到一起直接翻译成叫做最好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我说你最好带把伞外边眼瞅着要下雨了 你要是不带伞一会会挨礁的,这个最好 ok它不是说我上的课是最好的 不是这个最好 所以我给大家来了一个括弧 因为汉语的最好有不同的含义,容易让大家误解 给大家来一个潜台词,就是说你最好去做某件事情 如果你不这么去做,你会有麻烦困难和危险 有的时候它有,比如说如果是危险 那有点像威胁,对吧 你最好把钱给我,否则我要打你 ok,或者说你最好带着雨伞 否则你会有困难或麻烦 就是你会被淋湿 ok,是这个最好,好不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去尝试造一个句子 你看它也非常好用 叫做You had better take an umbrella ok,叫做你跟汉语一样 最好拿一把伞,是吧 跟汉语几乎是保持一致的 最好怎么怎么样 那注意这个地方,有几个小点让各位注意 首先head这个单词在这儿是可以有一个小的缩写 叫撇地的,对吧,叫做读起来叫做you did 那you'd better do something you'd better do something 那注意一个小点 虽然head这个单词在这儿好像是个过去式 但是你注意它并不是表示过去 它表示的是我们当下聊天 比如我们面对面 假设我跟学员您现在是面对面的 我跟你说,说外表要下雨了 你最好带把伞 我并不是想说你之前最好怎么怎么样 虽然head貌似好像是个过去式一样 ok,这个点要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尝试给它总结一个小的公式出来 最前面是主语 然后加最好怎么怎么样 注意后边要加的是动词的原型 比如说你看take an umbrella的take 然后再加上其他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公式,对吧 那我们由这个公式接下来尝试去造一些句子 比如说you'd better sleep 好,那叫做你最好睡觉 注意你在这么去聊的时候 它背后是有潜台词的 就是如果你现在不睡会有一些麻烦困难或危险 比如说对吧 这个家长特别的独裁 说你现在最好给我去睡觉 你要是不睡觉我要揍你了 好,你看这地方就是有一个潜台词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用you'd better 好,那再比如比如说你连着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对吧 你失恋了三天三夜没睡觉睡不进去 怕你身体垮了 你的朋友说你最好还是睡吧 叫做you'd better sleep 否则你会有麻烦或者困难或者危险 对不对 好,再来下一个 说you'd better return the money 你最好把这个钱还回去 比如说你去银行ATM机取钱 对吧 你取一万给你吐了一百万 对吧 你扛个麻袋就走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跟你朋友聊 你说最近赚了一百万 怎么赚的呢 是吧 银行 巴拉巴拉的一些事 然后你朋友跟你说you'd better return the money now ok as soon as possible ok 尽快把这钱 你最好尽快把这钱还回去 否则你会有麻烦困难或危险 各位能理解了 所以您在用的时候不要乱用 一定是有这个场景的时候再去用 ok 再下一个 比如说you'd better see a doctor 比如说你现在身上突然间长了一个大包 越长越大 然后这时候你朋友跟你说 你别等他自己消下去了 就是you'd better see a doctor 否则会有危险的 next one 比如说you'd better run quickly 你最好快跑 you'd better you had better eat some food 好 这我提一个小点 你看我把缩写和非缩写版都放到这给大家对比一下 各位我读两遍你感受一下叫做you'd better和you had better ok 你看you'd better读起来更舒服一些 我不用读had了 对不对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各位听到的口语当中 我们不会去说you had better 而更多的时候您听到的可能是you'd better you'd better ok very good 那以及he'd better drink some water 他最好是喝一些水 你看他这个跑马拉松对吧 跑了那么长时间要脱水了人 做做he'd better drink some water very good 并不难对吧 ok 那had better也有自己的否定 对于各位来说也很好理解 比如说he had better not eat any food 他最好不要吃任何的食物 如果他吃了会有麻烦困难 危险 对吧 ok 那had better后边加一个not 这个点各位要格外的注意一下 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 它的一个关键的公式 就是主语加had better加not加动词原型加其他 其实跟肯定句唯一的差别就是 你在had better后边加了一个not 并不难 我们接下来看一些小的例句张嘴跟我去读 比如说你最好不要那样去做 他说you'd better not do that 那you'd better do that就是你必须要去做 如果你不做会怎么怎么样 那you'd better not do that就是你最好别做 但如果你做了会有麻烦困难危险 对吧 反着来 再来 说you'd better not follow me 说你最好别跟着我 如果你跟着我 你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困难危险 再来 最后一个说you'd better not eat the ice cream 是吧 你不是刚拉完肚子吗 你怎么现在要吃冰淇淋呢 你听我的吧 你最好还是先别吃了 忍一忍 对吧 哪怕明天再吃 叫做you'd better not eat the ice cream 并不是特别的难 对于各位来说 知道这样几个小点就行了 我在这总结一下 第一 head better 不要由字面意思去理解 两个单词放在一起去理解 它翻译成最好做某事 简台词不做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困难的威胁 否定句 head better的后边加not 它可以缩写成you'd better OK 那就这么简单 我们不多说了 接下来进入单词 我们一起看一下 第一个跟我读叫做return 这个单词实际上之前我们见过好多遍了 有名词的意思 也有动词的意思 那它在新二当中也会不停的出现 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单词 对于各位来说return 比如说有退还 有往返的意思 今天我们就看它的往返的这个含义 比如说return tickets 叫做往返票 对吧 那return tickets 其实里边要造句的时候 核心的是tickets这个单词 名词我们就要找动词 我造几个小的句子 各位感受一下 跟我读 you'd better buy the return tickets 说你听我的吧 你最好还是买往返车票 你要是不买 可能会有更多特别磨叽的事情 再来说she's gonna buy the return tickets 你看这换了一个时态 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刚才说的是给你的忠告 叫做你最好做某件事情 现在就变成了他计划打算去做某件事情 对吧 所以各位实际上在学英语的至少初期很长一段时间 您一定要把这个动词前面的各种各样的动词变化 比如说今天学的hide better 之前学的各种时态和情态动词 这些东西一定要牢牢的拿住 这些东西一旦错了 整个句子的含义完全就不一样了 OK 好 再然后下一个单词 很简单跟我读一下 叫做train 火车名词造句 来跟我读 Have you ever seen a train 你看过火车吗 再来 I have never seen a train 我从来没见过 再来 Do you like train 这都是我们学过的 我就不多解释了 来 I liked train 这提一个小点 一般过去时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喜欢过火车 But now I don't 但是我现在不喜欢了 OK 第二个 Next one 两个单词我们放到一起去讲 第一个记得先酌化一下 跟我读叫做station 后面这个单词跟我一起读一下 叫做platform platform 叫做站台 前面这个station 就是比如说train station 火车站 那platform 就是站台 一站台 二站台 三站台 对吧 这个就没什么太多可说的了 我们接下来造句 各位张嘴跟我读 Excuse me Where is the train station 这些句子 大多数都是我自己很明显 在国外你很可能会用到的 不管是读书旅游还是工作 continue 说the train station is over there OK over there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之前学过是吧 over there 你一定要配合一个手势 在哪边 哪边就是over there over there over there 在那边 OK 那一个next one 说which platform 是哪一个站台 OK 比如说三站台 很简单叫platform3 所以这个单词可能你大多数情况下不是问的 大多数情况下是看的 对吧 就看到它写着三站台platform3 然后你要去在票当中识别 在火车站当中去识别这个信息 are you good next one 跟我一起读一下这个单词 叫做plenty plenty OK plenty 它经常出现的一个短语 叫plenty of something 加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可以是可数 也可以是不可数 那我们造一个句子试一下吧 叫做大量的充裕的 说there are plenty of eggs in the basket 说这个篮子当中有足够多的鸡蛋 再来说we've got plenty of time 或者plenty of money 好have got 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叫做拥有 对吧 说我们有足够多的钱 或足够多的时间 plenty of time plenty of money 两个单词都是不可数的 再来 那编一般一文句 这个就要让各位回顾一下了 我记得印象当中 我们是79克学的 叫have we got plenty of time have we got plenty of money 我们有足够多的时间或钱吗 以及why haven't got plenty of money 为什么咱们没有足够多的钱呢 对吧 每个月工资都给你了 对不对 怎么现在会没钱呢 你都干什么用了呢 为什么我们没有足够多的钱呢 Let's go continue 下一个小的单词也非常的常见 跟我先读一下 叫做bar bar ok bar它往往是指我们去喝含酒精类的饮料 也就是喝酒 当然不一定是说喝老白干 是吧 但是在英文当中 它往往可能指的是喝这种各种各样的鸡尾酒 是吧 bar 你可以理解为是酒吧 但和我们印象中的酒吧还是稍有不同的 更偏向于是西方这种酒吧 bar 你可以吃一些减餐 在那个地方 再来 说is there a bar near here 在这个附近有酒吧吗 你看很简单的一个there be举行的一般语文句 next one excuse me where is the bar ok 很简单 再来 说they have just cleaned the bar 各位现在学到现在 你要先迅速判断结构 这是我们学习英语初期很漫长的一段时间要做到的 判断结构 have加蛋 现在完成时 他们刚刚做了某件事情 他们刚刚打扫了这个小的酒吧 mary go 以及he went to a bar last night went 这就是结构 提醒了你这件事情发生在过去 一般过去时 那我想问昨晚他们去了吗 did he 他去了吗 did he go to a bar last night 以及when did he go to a bar 包括who went to a bar last night why did he go to a bar last night mary go 下一个单词 成务员读一下叫做potter potter ok 那他就是个人吗 我们就直接拿人去造就行了 对吧 哪些动词可以跟人连起来 have you met that potter before 或者说have you met that potter yet 你已经见过他了吗 next one I'm gonna meet a potter tonight 今晚我要去见一个potter 比如说他可能是去约会 对吧 ok next one 这个单词各位之前见过了 很多变了 先跟我一起读一下 叫做catch 比如说别人扔一个东西 让你接住它 那叫做catch 对吧 应该是我们11课 学whose那一课的时候 学了catch 扔过去 它的过去是过去 分词长得是一样的 发音也完全相同 跟我读一下叫做catch 但是在这儿它就不是抓的意思了 但是是由抓这个意思 我个人理解是由抓这个意思 引申出去的 就抓住火车什么意思 抓住火车吗 不是 它是赶上火车的意思 比如说he's gonna catch a train to go home 他要坐火车 他要赶一辆火车去回家 对吧 或者说catch a bus 我们再鼓一个catch a bus OK 再来说is he gonna catch a train why is he gonna catch a train 他为什么要赶火车回家呢 我可以送他回去很近呢 对不对 very good 好 以及一般过去是被caught a bus last night 刚才讲到了 caught a bus 下一个单词 你看还是跟火车相关的 先一起读一下 叫做miss miss 好 miss 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最常见的一个意思 我们刚刚在91课学过的叫做思念 挂念 想念 对吧 I'll miss him 我会想他的 在这儿呢 它出来了一个新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的miss指的是错过 不知道各位还是这是在游戏当中会出现的 你去比如说用你操纵的那人物打怪的时候 他会出现一个单词叫做miss 你错过了没打到他 所以这个单词叫miss 就是错过 所以如果我们说 oh man we missed the train 好 missed the train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赶上 错过了这趟火车 那oh man是什么呢 啊男人啊 不是 是吧 他是 哎呀天呐 就是个语气词 ok 好 再来比如说 hurry up don't miss the train 说快点 别错过火车呀 所以各位把missed the train 这个小的短语就可以记下来了 ok 比如说我们会错过火车的 叫做we're gonna miss the train 哪一个 本课recap 对于各位来说 除了本课单词很重要以外 这是每课B题的 就是还有 the had better 进入文章 我们会继续见到它 以及plenty of加名词 哪一个 讲作业 单词造句 老习惯 讲解一遍核心知识点 尤其是have加better 哪一个 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课程呢 欢迎大家关注订阅 一键三连 分享给那些需要的朋友 来帮助我们快速成长 最后我们再一起来看一句 明儿明言 I think when we truly love something we get the same true love in return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